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Santino 郭靖彤 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維他現在陷入兩難局面 自從昨天股價急跌蒸發了40億之後 維他急急炒他的高層企圖保和 但是這個舉動拉停了黃絲 現在連黃引也加入了霸買行動 究竟這個維他的一團糟決定 會令他招致什麼後果呢 我們稍後回來說說 再之後的就是 就著李家超、鄧炳強和蕭澤儀 他們的新上任 接下來就要大力打擊網上的犯罪活動 尤其是起底和煽動的活動 就是這個時候 Facebook、Twitter和Google 就跳出來突然說到 如果香港政府這樣做的話 就要脅退出香港所有的市場 那麼這些社交平台還說什麼呢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 今天有傳到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其中一個職員 因為慶祝美國獨立日 搞到中了招 還要不公佈這個職員的行蹤 給香港政府聽 現在美國領事館那裡說到 說他們自己搞得定 也因為 有外交豁免權的關係 不需要向港府交代 自從上次美領館爆發了一件事之後 這次已經是第二次了 究竟美領館還說了什麼呢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最後的就是 壹傳媒在倒閉之前 就拍了心口說到 已經跟那些員工談好了 散水之後的彌補安排 但是今天有傳媒竟然拍到 壹傳媒 竟然以阿布泰生活百貨的現金券 代替現金 去出糧給那些黑記 那究竟為何那些黑記減了 我們最後回來看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就在昨天 維他經歷了 在開市之後 驚心動拍的一天 事關維他在收市之後 比起上一個交易日 他的股價跌了11% 也就是意味著維他的市值 足足蒸發了 差不多40億 這件事當然是大件事 為了撐一條老親 沒有了40億 這條數是誰都會計 維他之前的管理層 一直都懶懶閒 明明有兩天時間給他作出補救 他們都沒有這樣做 直到 見到真金白銀 沒有了40億市值 他們才急急來做回事 就在收市不久之後 大概隔了兩個小時 就有傳到 又是一篇懷疑的內部通告 這個通告就是寫著 維他國際高層作出人事變動 他的香港區人力資源總監 余艷勳 正式被人解僱 也有 而代替他的 就是首席人力資源總監 黃慧山 就會兼任香港區 人力資源部的這個位 從這篇通告裏面 我們發現到 有些很滑稽的地方 他這份內部通告 其實跟梁建輝刺了警察之後 撐到他整個偉人的那份內部通告 格式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他的公司標誌是一樣 也有一個reference number 也就是我們第二次看到 一式一樣的內部通告 如果依照維他的邏輯來講 第一篇內部通告是假的 這篇是真還是假 他又說是真 真的令人摸不著頭腦 不過供問論如何 這個消息 都已經是九成九確認了 很明顯 維他就是因為 眼見 現在實在太大件事 就打算做回事 解僱 又有高級 又有關事的人 企圖 想了結這件事 當然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無論我們身處於香港的正常人也好 內地的同胞也好 都看得出他沒什麼誠意 正如大家所說 起碼 都要有他們的主席 連同高級管理層親自出來道歉 和表明立場 起碼這樣 才收貨 所以這樣做的話 是無助於 他想恢復內地 可以暢通無阻地去買東西 原來的目的又達不到 但是 換來 另一個後果 就在這篇通告出了不久之後 維他那裏 就收到一個警告 這個警告是一個客人警告 維他的社交平台 就收到一個 說要將他動大樓 整棟摧毀的警告 當然 要用到爆品去摧毀 而其原因就是因為 那些黃人覺得 維他這個行為 就等於跪低了 也就是等於出賣了他們 所以 激到黃人很生氣 你也知道 他們瘋了 所以一定有些人 就傳這些爆品警告 去到維他 的社交平台上 去嚇一嚇他們 而維他那裏也報了警 整件事已經交給警方跟進了 咦 維他你不是不喜歡警察的嗎 為什麼現在有士忌上來的時候 就這麼沒骨氣去找警察幫忙 你應該找些黃絲幫忙 找黃絲幫忙就難了 因為現在維他 已經得罪了他們 就在收到這個爆品警告不久之後 在那些黃人討論區 也說到 從此 要罷買維他的所有產品 我們早就跟維他說了 做這班人生意 難過登天 這班有閹沾聲門 只要你動一動 稍為不順他們意 他們就會發起杯葛 現在維他又沒有了40億的市值 內地市場和我們正常人 也不會這麼容易原諒他們 現在連黃人都得罪 就搞到維他兩邊不是人 甚至可以說是三邊不是人 所以如果有看新潮民的各大企業和商戶 有一點就是你必須認清楚 就是事而世易 你現在接觸的 不是你們以前 賺食年代那時候就覺得 賺食至上的意識形態 立場 純粹是那些信念東西 不重要的 不是 你現在面對的 是這個世界的 現代社會 現代城市的政見問題 這些東西是會把別人分得很開 全世界 歐美 國家一早已經先走了 他們 生活上面 各種商品 各種店舖 人家分得很開 兩黨之爭 是分得很開的 所以今時今日做生意 尤其是 如果你的商品和你的品牌 你的服務 是中國味比較濃 和中國的關聯比較濃 那你更加 立場要鮮明 定好自己的市場定位 這樣才行 千萬不要再妄想 能夠 可以吃兩家茶禮 可以不表態的話 兩邊都不得罪 我認為 表態一邊就可以了 就是愛國愛港 正正常常 其實這條路不難選 我們不用像歐美地區一樣 要說明支持哪個黨哪個派 其實已經很好 只要你正正常常 是想社會繁榮安定 愛香港愛國家 這些基本上 都是做人應有的態度 所以不用悲哀到 說到現在 做生意 都涉及政治 作為中國人 愛自己的國家 這件事 不難選擇 還有一件好笑的事 忘記和大家說 這個被維他炒了的人力資源部主管 余艷芬 那些黃人就說到 既然他都被人炒了 我們這些黃人 一於眾籌請他 他又是另一個意識 所以說 企業真的很容易選 你怎會選一班 那麼傻 那麼低B的人 做你的客戶 他想光顧你 都沒有錢光顧 這樣的思維 不如你們顧好自己的錢包 才再想辦法 怎樣請余艷芬 接下來我們這條片 播出的時候 我相信 又是維他漫長而有痛苦的開始 因為到時股票市場又開始 那麼究竟維他的股價 會不會繼續下跌 從昨天的表現看 維他一直都守住在25元這個價 當然 守得住在這個價 不是沒有代價 我相信 都是他們公司內部 抬著一塊一塊的錢 去到頂住這個位 當股民都不要這隻股票的時候 我很懷疑 維他用了超過5億 去頂住這個位 那麼股票世界的東西 給你頂到一天 又頂不頂到第二天呢 每個星期一至五都有市開 所以說 這些東西避得一時避不了一世 主席和高級管理層 再不出來親自解話 和向警察和市民道歉的話 是永遠都搞不定的 觀眾朋友們雖知道 自從有了互聯網 資訊越來越發達之後 我們整個世界 就進入了另一個境界 現在真的可以說到 這個網上的虛擬世界 但是幾乎 是會越來越取代了我們 現實的世界 所以這件事 以我個人的立場來說 當然不想是這樣 但是大勢所趨 真的沒辦法 因此就著這個越來越發達的網上世界 我們一定要訂立一些規矩 接下來香港也會這樣做 但是正當我們想這樣做的時候 今天 就有三個網絡巨頭 就說到如果香港政府 立例規管互聯網 尤其是規管起底 甚至港府有必要的時候 能夠進入某些系統 去搜集證據和資料的話 這三個網絡巨頭 Facebook Twitter和Google 將會撤出香港 以示抗議 這三個網絡巨頭就說到 其實他們都是不支持起底行為 但是就說到 政府立的規管網上 修訂條例 字眼就含糊不清 又說到 可能這樣搞下搞下 會搞到他們這些巨頭 裡面上班的員工 還說到為了要保護他們的客戶 免受他們 捲入刑事調查 甚至會被控告 所以 不排除接下來 隨著政府的修例 他們就會退出香港 現在他們就說到 一定要政府出來交代清楚 修訂互聯網條例 究竟怎樣才為之犯法 要解釋清楚 犯法的定義 這次 這三大網絡巨頭 Facebook Twitter和Google 其實他們已經組成了一個聯盟 非常之久 這個聯盟 叫做亞洲互聯網聯盟 以新加坡為基地 而且他們這次也是以 亞洲互聯網聯盟的名義 跟政府說話 整件事 就令我們非常疑惑 首先就是 既然 這三大網絡巨頭 他們 組織了一個聯盟 以新加坡為基地 你需要遵守 新加坡 對互聯網規管的法例 眾所周知 新加坡規管互聯網的條例 是非常之嚴苛 如果香港 對互聯網的監管 比起新加坡政府來說 簡直是狗牛一毛 既然你們連新加坡 的互聯網法例 都能夠接納到的話 我相信 你們絕對知道 什麼是為之犯法 你們對香港政府 互聯網的監管 所作出的擔憂 完全是多餘 金管就是拿來講 還有的就是 這次 政府所說到 一開始就是針對著起底 來率先修例作出打擊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通常聽到 起底 最常見的地方 就是TG Group 連登 這些才是 起底的主要戰場 就算要發聲 又怎會首先輪到 Twitter Facebook 和Google 發聲 當然 你會說 因為被起底的對象 有這些個人戶口 和社交平台 在你們公司那裏 不過就算是這樣的 都不是由你們 首先出聲 至於這三個網絡巨頭 能不能夠要挾到香港政府 避開 未來的互聯網規管條例 成立和實施 我看就很難 即使這三個網絡巨頭 離開了香港市場 其實總有代替品 時代不同 就算不用Facebook 或者Google 其實都有很多代替品 就好像我們內地 相應的平台 只是有多無少 說不定趁著這個機會 還可以 推出國際版 拿香港來做一個試點 然後隨時封衡全世界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絕對是他們政治打手之日 我想當日在美國的兩黨之爭 拜登和特朗普的大戰裏 有20個網上平台 網上媒體 連同 現實裏 20個 資訊媒體 新聞媒體 集體來杯葛特朗普 阻止他發聲 完全不講道理 完全不講公平的情況下 才可以把特朗普的聲勢壓低 然後做就拜登取得勝利 所以當人家 開口埋口說法律 但其實 在政見分歧 在爭權奪利 的世界裏 人家要野蠻打橫來 隨時都會發生 而且這些事件除了野蠻之外 而且還有可能 演變成客人事件 就在這個七一吉警案之後 極端思想的黃人 在網上的言論 直接令人發指 除了顛倒是非黑白之外 還說到要將這個七一 定為吉警日 最近警察就拘捕了一男一女 他們就涉嫌在網上散播這些言論 當這對男女被人拘捕了之後 昨天又拘捕了一個 所以就男女男加起來 整個憤怒 這群人涉嫌在網上做了什麼 他們就在連登 TG 那些地方 散播一些仇恨的言論 就叫人 以後的七一 就定為吉警日 效法那個沒有人性的梁建輝 除了這樣還不僅 還說到 還煽動人們出來 用著火玻璃瓶 去整熟警署 所以我都說到 其實在網上 TG 連登 就是他們的罪惡 困藏 什麼時候輪到 Twitter Facebook 以及Google 和他發聲 根本他們都不是很關事 最新那名被捕的男子 他姓趙 不知道名字是否叫袁鬆 就以為在網上發布完言論 拍拍屁股趙袁鬆走了 就以為沒問題 結果他就位於油麻地京市柏山的住所 被警察拘捕了 其實這個人 住得油麻地的京市柏山 他都可算是小康之家 家裡累積到財富 其實都是拜社會繁榮穩定所賜 因什麼解救 要這麼仇恨這個社會 還要煽動一些人出來 去和理吉 還說完那些 吉警察人人有責的歪理 不過這次真的要賺一賺警方做事 非常之神速 經過探員在網絡上 留意到這些訊息開始 到深入調查 然後鎖定了這名男子 都只不過是兩三天的時間 他現在被人拘捕了 將會charge他幾條罪 都是一些煽動人犯罪的罪 而且警方又說 他們這個行動 是不會停止的 仍然會繼續 為了保衛網絡安全 繼續去調查 看看會不會 有更加多的人被人拘捕 好像大眼講的那些例子 其實就是警方要執法的對象 我就不明白網絡三巨頭 說什麼界線不清楚 整個界線很清楚 就是他有份煽動 還有講這些言論 正常人都能夠明白 這樣就好 如果這三巨頭撤出我們香港的市場 那些黃人的資訊 就不容易在這三巨頭的網站上流通 都不失為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他在出席《國安法論壇》的時候 都表示到 現在這些年輕人 守法意識真是非常薄弱 而且又受到那些港獨份子 死心不惜的影響 那港獨份子是怎樣死心不惜 當然是透過一些媒體 因為現在不能大挪大鼓出來 去播毒 唯有在網上 透過一些媒體 若不是 就搞了一些文化藝術的東西 利用那些東西來播毒 繼續鼓吹和滲透港獨的思想 繼續把那些攬炒派的人士 搞事者 說成為義士 前一哥就出聲 都譴責到這些人 其實他們做的事真的十分噁心 不過這個世界竟然還有人 大挪大鼓地幫他們去護航 這個是什麼人 這個人的名字叫陳文敏 他就是港大法律學院的教授 身為法律學院的教授 你不出來為法治說那句公道說話 反而還要唱反調 這傢伙有前科 他之前跟夏博爾 還有戴啟斯 在90年代的時候 收了美國NED的錢 在香港搞了一些人權組織 那些所謂的人權組織大家知道要搞什麼 他就為了最近發生的事 出來說歪理 首先他不是直接入位 他就說了兩句廢話 說自己不同意用暴力去解決問題 因為暴力本身應該受到譴責 接下來 他說的話極有問題 他就說如果指責獻花的人 是違法的話 這個說法非常牽強 難道他心大心小又想獻花 他還說到 現階段不可以確認 刺警事件 是一個嚇人事件 嘩 這樣還不嚇人 你試試過來給我刺刺 無緣無故一件事 沒有預兆發生 沒有特定對象 受害的人士 可以是任何人 那你都說不是嚇人事件 這個陳文敏 就是法律系的教授 他就不會不懂英文 英文還很好 最近有沒有看過一則新聞 就是美國有個青年 在網上就著一條狗 兩條一 這件事 去悼念推登 結果這個青年 在網上說了幾句悼念說話 就要坐20年牢 那你不去為這個美國青年申冤 又或者陳文敏 你說那麼多歪理 你試試過去日本 在每年的紀念日 去為歪理教說話 悼念歪理教 看看你回不回香港 可能以上講的內容 你又不敢去挑戰 又或者 現在病情時間 你買不到機票 可以藉口 但是你可以試一下 用最簡單的方法 你走入陳日干的教會 嘗試大喊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你看人家會怎樣對你 他都不夠膽 再低一點挑戰 隨便去黎明演唱會 大喊我愛張學友 看你又會怎樣 這個陳文敏又企圖 將責任推到警方 他就說到警方屬於這個執法的機構 是應該遵守法律 不可以將法律無限擴張 陳文敏 你看清楚 現在 不是被人刺的不遵守法律 你講一下道理好 你屈過被人刺的人不遵守法律 一向這個世界所有法律都在擴張 如果法律不擴張 不將涵蓋的範圍 發大 怎樣可以阻止到更多的罪案 難道法例無限縮小 社會會更加繁榮安定 到時縮讀沒有法律 你也沒有法律 法律學院教授 他還說到 如果將任何有關的行為 視為違法的話 只會激發政府和市民 是這班人去激發的 你現在竟然怪罪到警察那裏 怪罪到執法者那裏 真是枉你讀了那麼多年法律 不知廉恥 陳文敏 我們在這裏送一個虛擬排片給你 你教這麼多書 有四個字很適合你的 誤人子弟 最近美領館 香港駐港的美領館 又有新的結塔塔的東西爆了出來 大家知道剛剛7月4日 就是美國的獨立日 他們美領館的員工一定出來慶祝 誰知道 原來發現其中一個人 就中了招 美領館 第一 嘗試封鎖消息 不外傳 因為我們大美 美領館的事情 不關你們管轄的事 一開始想這樣 再之後 就想用外交豁免權 來不跟公眾交代他的身份 總之 目前美領館 這件事爆了出來 他就要灌掉 他就發了一段聲明 告訴全世界人 美領館 其實我們很聽話 所有我們的員工 出入香港 我們都有 嚴格遵守香港所定落的 分隔條件 還有要分隔多少天 有什麼措施 目前這位中了招的員工 我肯定他不會接觸到外界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放心 就是這樣 美領館 一開始就一定臭串 封鎖消息 又想用外交豁免權 但是之後 灌掉的時候 他們的公關 公關的信 是做到足 就好像之前 美領館那對夫婦 中了招 周佳行 周佳行之後 最後 迫不得已 要灌掉的時候 都說了 總之我們現在 就收了那兩件事 其實大家都很配合 清清楚楚 跟公眾交代回這件事 以及認錯道歉 這些就是 標準公關 有時候 維他也真的要學 但是這個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你要這麼臭串 在這個時間 特意 封鎖消息 以及特意來搞事 是不是 在我們香港的分隔措施下 都沒有辦法 提防到這個病 你說就說 7月4日 因為要慶祝美國的獨立日 而中招 你有什麼可能 是那天中招 而只有那天驗出來 就是你可能是前兩三個星期前中招 你知道現在那些 病很厲害 可以潛伏三個星期 剛剛他們的理由就是 中了招我們不公佈出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 7月4日 拜登 就在美國 這個 普天同慶的日子裡面 就 說了一些 很豪情壯志的說話 就是說 我們美國 回來了 不行 我要扮一下拜登的聲音 我們美國 回來了 我們 已經 戰勝了病情 戰勝了黑暗 America is back We're back together 今天 是我們美國的獨立日 我們宣佈 我們已經 病情的壓迫下 獨立了出來 這樣說 因為 拜登說了這些 豪情壯志的說話 香港這群人 他們慶祝就想配合 不想一盤冷稅 撥過去 所以 企圖 一開始就想封鎖 總之現在 7月6日 美領館 就關 任何人要去搞什麼Visa 搞什麼手續 就要停一停 還有 你為什麼會 出事不是7月4日出事 其實這個員工有可能是兩三個星期前出事 還有什麼員工 跟他接觸過 他去那些邊 共事那些人 其實全部 都要做Testing的 你不要企圖又封鎖消息 這群人 不只是中招這個人 這群人 緊密聯繫的人 全部都要 一一交代 是不是現在我們中國 跟香港 有可能通關的時候 你就想搞小動作 知不知道中國 那麼謹慎 一直都不跟香港通關 就是怕外國勢力 透過香港跟中國通關 又搞一些骯髒的事 就多得外國勢力害的 病情面前 沒有外交豁免權 你不要炸炸帝帝 好好地配合港府 的分隔措施和Testing 如果不是逐你出境 我們從這件事上看到 美國政府 真的很喜歡去隱瞞資訊 然後 然後 又用一些公關手段 去扮君子 其實美國人就是偉君子 現在你們的領事館 有人還有招 不是一句 踢你出境 你就覺得那麼簡單 就可以回到美國 你在美國領事館出境 要經過多少我們香港的地方 直接要 將你好像 真控包裝 打包 噴了消毒藥水 才扔你上機 還要 你美國政府 派回你的飛機過來接 不要搞罪我們香港的航空公司 整個過程 有什麼額外費用 麻煩你美國政府自己負責 找回我們香港這條數 兼且你們美國政府找人去護送他 護送完之後 連你那批人 你都帶回去美國那裏才好隔離 還有經過這件事 已經是第二次 有美領館的職員中招之後 又在那裡掩掩養養 所以接下來 香港政府一定要跟 所有的領事館也好 大使館也好 萬一再有這些職員中招的話 一定要他們 跟香港政府合作 不能夠運用所謂的外交豁免權 什麼的私隱權 來將這些人企圖隱瞞起來 萬一不接受條款的領事館或者大使館 就請他們離開 我相信 理性的國家 一定肯接納這個條件 是那些所謂的不知什麼眼 還有那些年輕人 才不會接受這些條件 我們也很歡迎這些國家離開 所以面前只有兩條路給你們選擇 要是真空打包回美國 要不是 整個領事館封起他 因為出了領事館 就是我們香港的範圍 屬於 等你在裡面 康復了 你才好出來 上個月 壹傳媒就停刊 蘋果日報 就賣了最後一份 員工怎麼辦 員工就離職 離職之後 有沒有薪 原來發現 很多員工薪也沒得出 但是 很多員工 就去到 大樓 排這個 現金券 讓他們釣著命 當記者去到壹傳媒 大樓 就發現 已經有60個員工在排隊 他們在拿 現金券 去導日 對這些 守庭口庭的員工 其實發生這樣的事 他們很憂慮 但是說真的 香港就有一條僱傭條例 就是說 當員工離職之後 你七天之內 你不給他人工 其實這個刑罰可以去到 罰款 35萬 監禁 三年 他們記者的工會 就是記協 就說 他們一定會跟進 這個員工的情況 希望爭取他們離職的普償 而勞工處那裡又說 如果你要控告你們的 僱主的話 他們會提供法援 去到自己法援的關鍵時候 究竟這班 穿了魔的員工 又會怎樣去抉擇 會不會控告他們的僱主 還是 僱主 給一些現金券去打法他們 他們也選擇 先帶著 壹傳媒的《蘋果日報》 賣到6月20號 就是最後一份 以後大家記住 6月20號就是一個紀念日 到了7月1號的時候 壹傳媒就很厲害地跟大家說 說 現在所有員工正式由7月1號就離職 而我們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 他們成功 將自己被凍結了1800萬 的這個消息 就變成了他們不給員工出糧 一個很大的理由 打算射駁給政府 但是其實 他們很多資金的來源 無論桌底桌面 他們根本 絕對是充足的資金 來找數給員工 但是他們也沒有這樣做 就給他們一些現金券 打法他們 這些什麼現金券 原來就是大量的 亞布泰生活百貨 和一些 同仁辦館 的現金券 在飯碗面前 在最現實的 刺激下 希望 他的員工有一天 能夠知道 什麼才是現實 意識形態 不可以當飯吃 而你的老闆 根本的銀包 就盆滑滑滑 是他們選擇不出工資給你們 在這裡回應一點點 我昨天對肥佬黎和Mark Simon 的關係的一些說法 因為我說得太快 可能一些 不詳盡 首先我想說 肥佬黎幫美國做事 這件事就肯定了 但是可能他誤會了自己 以為自己進入美國體系裡面 其實只不過 隔了很多 的秘利用人物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因為一些情報人員 就是Mark Simon 穿針引線的情況下 他見一下那些大佬 見一下那些高官 就以為自己拍到正 其實有事起上來 誰會真是補他 另外就是 Mark Simon 拿 肥佬黎所得來的資源 自己接作 自己做事 其實他知道多少 很多時候 這個世界很多的例子 他們都不知道 美國就是兩黨之爭 究竟一直以來幫的美國 到底幫哪邊 Mark Simon站哪邊 我有證據相信 其實肥佬黎也是蒙在鼓裡 到最後最後才知道 剛剛肥佬黎 就拿了一些 真是狗屁不通的獎 這些什麼 Mike Pence 彭斯 就是前美國的副總統 彭斯就有份出席拜登的就職典禮 彭斯就被譽為共和黨裡的叛徒 跟特朗普是不對的 所以 政治鬥爭的東西 錯綜複雜 究竟哪一犯 不想理肥佬黎 哪一犯當他是棄 哪一犯要補他 其實 他自己的地位 去到美國的 政治鬥爭體系 也是另一重 的步步為營 跟魚利搏冰 不過 他現在已經進去了 而且人都這麼老 看法這些東西都不關他事 他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去應付 可能 在倉裡面 度過人生最後的道路 而大家可能經常都覺得 Mark Simon 是肥佬黎的副手 其實 正確來說 Mark Simon 拿肥佬黎的資源 在外面做什麼情報工作 肥佬黎根本就管不了 就算知道他也管不了 而肥佬黎 只不過 是Mark Simon 走去claim老闆經費 裡面一個功課 這個功課完了 就下一個功課 那好了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林結束之前請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